下一位。 抱歉,馮水嫻女士。 多謝主席。 主席,獅子山學會是堅決反對政府繼續支付香港電台的營運。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應有的撥款水平是零的。 不過講講台之前,主席,我想和您分享一件我和您的事先。 上年底,我在資訊科技和廣播時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中, 是代表過獅子山學會反對政府插手利數碼電台的股東糾紛。 我亦都是當日七十幾個發言人當中唯一一個反對政府介入的人。 大家如果看回立法會網站上面我講過的發言片段, 就會見到當時其實議事廳是嗝聲四起的。 連會議主席,即是黃玉民主席,當日因為嗝聲大到差不多可以褫奪到我的發言, 發言被聽到的自由, 所以主席當時在我發言途中是要打斷我去勸那些在嗝我的人, 是可不可以尊重一下我的發言權的。 而當日我只不過是和政府和支持鄭經漢的人講, 說鄭經漢和黃楚彪等人的紛爭純屬商業糾紛, 即是為個錢字。 我都是打算講一下道理而已。 誰知就被千夫所指連出立法會大樓的時候都被人圍著罵。 好啦,沒隔多久,鄭經漢賣了數碼電台的股份給黃楚彪。 當時連黃玉民主席都罵鄭經漢,他其實都是要錢。 即是承認當日我代表獅子山學會講的東西。 所以吳鄉我們還要細心聽我們話不單止尊重我都有的言論自由, 亦都會早點覺悟,不用浪費一口氣。 當時我也都講過,如果政府要插手干預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, 就會令到港台淪為政府的洗腦工具。 所以為了香港市民的獨立思考,政府就一定要和港台分開。 而早前廣播處長鄧忍光被人說干預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, 詩子山學會就只可以這麼說。 說明是廣播處長,即是政府委任收緊政府錢的人做港台台長。 懂得想的都知道港台的節目, 怎麼都是他代表老闆作主。 所以詩子山學會認為要真正防止政府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, 不讓政府利用港台為我們洗腦, 我們就要將港台私有化。 而政府應有的撥款水平,我重複是零。 這樣才可以真正確保港台獨立。 而上次DBC那件事大家沒聽到我說, 搞到厚之厚角, 希望今次大家可以早點支持本會, 讓可以早點確保港台獨立。 多謝主席。 下一位黃黑廉先生。